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赚明寄给大家播讲盖尔泰宝 我们接着来讲德国的种族卫生学 上次我们说到 在德国的医生中有相当比例参加了纳粹党 1937年 柏林医生报就刊登了尤里乌斯海德里希 对于第三帝国早期柏林纳粹医生的分析的调查报告 1936年的时候 柏林有6319名医生 其中23.3%的人是犹太信仰 还有9%的人是犹太混血儿 相对而言 柏林有61.5%的社会保险医生 是德国血统 到了1936年 有1209名柏林医生参加了纳粹党 占到了有资格参加纳粹党的柏林医生人数的31% 605名医生参加了冲锋队 占到了有资格参加的人数的15% 212名医生参加了党外队 还有114名医生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 那么有人会认为参加纳粹党的医生普遍都是年轻人 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在参加纳粹党的柏林的1209名医生中 30岁以下的有194人 占参加纳粹党的医生人数的16% 30岁到40岁之间的有443人 占37% 40岁到50岁之间的有344人 占28% 50岁到60岁的有147人 占12% 60岁以上的有81人 占7% 不过考虑到年轻医生的数量本来就不多 所以大部分的年轻医生都是支持纳粹运动的 总体来说 参加纳粹组织的医生主要是40岁以下的医生 超过了53%的比例 而且纳粹的医学领袖们在取得权力地位的时候 通常也是比较年轻 像埃里斯特·施图克 在成为帝国亚裔领袖的时候只有39岁 弗里德里西·韦伯 被授予授亿领袖的时候是41岁 几位纳粹医学的主要人物 在爬上权力巅峰的时候 也都只是30几岁 像1942年 卡尔伯兰特成为帝国健康专员的时候是38岁 而瓦尔特·格罗斯在成为人口政策和种族护理管理办公室主任的时候 也只有28岁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医生参加纳粹党呢 这其中呢 机会主义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纳粹运动一开始就宣传要把犹太人驱逐出德国 这必然就包括犹太裔的医生 这些年轻的医生们相信这会创造大量的职业机会 实际上呢 德国医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职业医生过剩的危机 再加上为马共和国默契的大萧条 就让德国的医学界面临着严重的困境 大量的医学和生物学的博士们找不到工作 因而呢 他们当中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寄希望于纳粹党 希望着纳粹党掌权之后实行改革 给他们带来希望和未来 德国医生保守主义的传统 也是让他们倒向纳粹的另外一个原因 在1933年之前 很多德国医生对于德国民族人民党颇为认同 那么德国民族人民党呢 这是一个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党 他最终选择了支持希德勒 绝大多数的德国医生都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1933年春 德国医学杂志就写道 绝大多数的德国医生参加了一战 为了祖国和民族在战场上厮杀 有超过1000名的医生光荣地死在战场上 在纳粹上台之前 医生们就已经遭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动荡 战后的赤贫和威马共和国末期的经济崩溃 让医生们在政治上也出现了分化 同时呢 医生们还深受医学危机的影响 这场危机被看作是社会主义者 犹太人和大量的江湖游医 对医学专业的破坏 让医学失去了民众的信任 那德国的这批医生们 他们就渴望战胜危机 能够重获民众的信任 在20世纪30年代的早期 很多医生都认为 纳粹将会解决阻碍医学发展的所有障碍 纳粹党将通过以种族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政策 来改变德国种族血统不断衰退的现状 纳粹党呢 也会限制医学专业的准入 以杜绝自然理疗师和犹太人 破坏医学职业的发展 纳粹党将直面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 以控制强制社会保险 纳粹党呢 也将会恢复医学这个专业的荣耀和尊严 把医学当作是一种使命 而不是商业行为 很多医生都期待着 但纳粹的统治之下 医学会获得更大的权利和职责 而医生呢 也将会被委以重任 1933年12月 德国的医学杂志用热情洋溢的话 描绘了纳粹统治下 医学专业的未来 他写道 在纳粹意识形态中 德国医学界将承担 此前一直没有机会获得的重任 所以呢 在纳粹上台后不久 德国医学界的变革就开始了 纳粹通过纳粹医生联盟 开始了对德国医学的一体化进场 1933年3月21日 德国两个主要的医学组织的负责人 阿尔方斯 施陶德尔和瓦格纳在内的 纳粹医生联盟的主要人物会面 讨论 重组德国医学的事宜 就在同一天呢 施陶德尔向希特勒发了电报 发誓 将使整个医学专业 效忠于纳粹的新政权 两天之后 施陶德尔博士代表两个组织 在纽伦堡 再次和瓦格纳举行了会晤 并且在1933年3月24日 发表声明称 纳粹医生联盟的领袖瓦格纳 将成为德国医学协会 和哈塔班联盟的领导人 紧接着呢 在3月29日 德国药剂师协会 也宣布了他的一体化 到了8月2日 德国医学组织 并入了隶属于纳粹领导的 德国健康保险医生协会 纳粹宣称 德国第一次实现了医学专业的联合 并且实现了国家控制 纳粹医生联盟的领导者 也成为了德国健康保险医生协会的会长 这样呢 到了1933年末 德国医学界 已经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 它隶属于纳粹医生联盟 并且根据领袖原则进行管理 纳粹在各个专业领域和机构 都任命了领导者 就是所谓的领袖 由他们对这个领域进行管理 发号示令 这些领袖只对其上级负责 实际上 这是纳粹在德国实行独裁统治的方式 在这个体制下 希特勒自然就成为了全德国的元首 他宣称他只对上帝负责 领袖原则被运用到了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从教育和艺术专业到法律和医学专业 甚至是妇女和劳工事务方面 比如说纳粹他就任命了德国学生领袖 古斯塔夫·阿道夫·谢尔 帝国青年领袖阿尔图尔·埃克斯曼 帝国体育运动领袖 汉斯·冯·塔西曼·奥斯坦 和帝国教师领袖瓦尔特·舒尔茨 那么德国医学界的领袖就是格哈德·瓦格纳 领袖原则不仅应用于整个医学专业领域 也应用于医学下属的各个分支领域 1933年12月27日 弗里德里希·韦伯就接受命令 把德国的兽医统一起来 韦伯被任命为帝国兽医领域的领袖 德国其他医学分支领域的领袖 也纷纷得到了任命 斯图克是帝国牙医领袖 卡尔·舍费尔是帝国牙科技师领袖 阿尔伯特·施密尔是德国药剂师 全国领袖 1934年7月3日 《健康事务联合法》被颁布 它进一步整合了德国医学 把管理公共健康事务的权利 置于纳粹党公共健康办公室的管理之下 在纳粹党的42个地方省党部 都分别建立了管理各地方健康卫生事务的办公室 同时呢 各省部的健康事务办公室 也向冲锋队 党外队 西德勒青年团 德国学生团体 德国劳国战线 纳粹妇女协会 等纳粹组织的地方分支 派遣了负责健康卫生事务的代表 那么纳粹德国的医学领袖瓦格纳 他认为领袖原则还有特殊的哲学意义 他认为领袖原则就意味着健康护理被健康指导所取代 治疗医学则被预防医学所取代 种族卫生的重要性超过了个人卫生 他所提倡的这种医学原则的变化 让在魏玛时代 倍感艰辛的德国医生们欢心鼓舞 因为这就意味着 这些医生们将从针对个体健康的医生 转变为针对整个民族健康的医师 将承担更大的责任 自然也就意味着 他们将拥有更多的权利 根据纳粹的种族医学理念 从健康护理到健康指导的转变 就意味着 必须要区分有价值的生命形式 和不值得活下去的生命 在他们看来 传统的健康护理 是为了给那些不能自救的人提供帮助 这简直就是在延长弱者的生命 是对强者的不公平 和对资源的浪费 而纳粹的健康指导原则 将会指强者更强 对弱者将不再姑息 任其被自然选择所淘汰 这正指纳粹上台之前 德国种族卫生学 反复强调的事情 那么经过对医学界的一体化 纳粹医生联盟就获取了巨大的权力 到了1933年底 这个组织的领袖 已经成为德国最有权势的医学界的人士 格哈德瓦格纳 不仅是纳粹医生联盟的领导人 而且呢 他还是帝国医生事务处 哈特曼联盟和德国医学协会的领导人 他的官方头衔 正是帝国医生领袖 同时呢 他还是德国健康保险医生协会 纳粹党公共健康事务办公室 种族政策办公室 公共健康专家委员会 和普系学研究办公室的首席权威 所以呢 瓦格纳这个人 他在构建纳粹种族政策中 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纳粹相当于将整个的德国医学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这样就让德国的医学事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仅如此 纳粹政权还改组了德国医学出版业 改变了德国医学教育的本质 改变了医学和生物学研究的重点 这些改变呢 也反映了纳粹时期 德国医学理念的变化 在纳粹上台之前呢 德国生物学和医学在全世界享誉盛名 其医学传统也极具活力 德国的医学出版事业 是这个传统重要的组成部分 到了1933年 德国已经有超过200份专业的生物医学期刊 在1933年呢 有两大刊物 是德国最为重要的 非技术类的医学刊物 医学协会会刊 这是德国医学协会的官方刊物 在1872年就开始出版了 这份刊物呢 主要是报道医学界的组织事务和医学伦理 那么另外一份著名的刊物 叫做医学通报 这是哈特曼联盟的官方刊物 它主要是报道医学界 从德国疾病保险公司的斗争 以及和医学界经济利益 密切相关的事件 1933年下 纳粹的医学领导人 就设法将这两份刊物 合二为一 成为新的德国医学杂志 并将它作为帝国医生事务处 和德国健康保险医生协会的官方刊物 纳粹呢 对生物医学出版界的一体化 也正是由这两本刊物 合二为一开始的 那么纳粹首先开始的 就是对德国医学界中的犹太人 和可能被确定为犹太人的人进行清除 1933年下 德国医学杂志宣布 德国医学出版界将开始清除 非德意志思想的影响 以便让德国医学重拾德意志思想和情感 那么首先提出的要求 就是对语言使用的限制 新的外国式的表达方式 要尽可能的避免使用 同样呢 外来的复杂的专业术语 也要尽量的不使用 最为重要的还是人事上的变动 1933年秋天 新任的德国医学出版协会主席 库尔特·克拉雷表示 从今以后 德国医学刊物 应该是由有着德意志血统的医生 来编辑和管理 只有有着德意志血统的医生 才能成为德国医学刊物的编辑和顾问 来做出决定 不过呢 纳粹的影响 对于医学技术类的刊物 则波及的比较少 绝大多数医学技术类的刊物 在纳粹时代 也得以继续的出版发行 几乎没有受到政治事件的影响 有150多种医学专业技术类的刊物 在纳粹上台之后继续存在 他们的出版发行呢 也没有任何的改变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 技术类的刊物 往往只是在生物学和医学专业领域内部流传 普通民众是很难看懂 这些专业性很强的专题论文的 而那些非技术类的医学刊物 更多的是关注于社会健康 社会卫生 以及种族方面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呢 在德国民众中是广受关注的 同时呢 这类刊物大都具有普及性质 专业性并不是很强 恰恰是因为这一点 让这类刊物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很大 受众也很多 纳粹很自然的就选择了这类刊物 作为控制的重点 在1933年早期 还有47家德国医学刊物 关注于非技术类的议题 到了1934年 就只剩下十几家了 而这些刊物呢 他们都隶属于帝国医生事务处来管理 对这些刊物的重组 很明显带有意识形态的目的 出版社必须保证 医学出版物和纳粹主义的世界观保持一致 这种政策很快就见效了 1933年1月之后 很难在德国的医学刊物上 找到对纳粹种族政策提出批判的文字 不过单纯的从出版发行量上来看的话 德国医学在纳粹时期 并没有出现非常严重的倒退 至少在1939年 二战爆发之前是这样的 在纳粹统治的初期 生物学和医学专业书籍和论门的数量 还是相当惊人的 1940年 纳粹德国的医学领导人就夸耀说 帝国健康事务出版社 1939年 发行的各类刊物总重量达到了惊人的924吨 所有刊物的纸张连起来 有将近三万公里长 足以绕四分之三个地球那么长 而且呢 德国医学出版界的财政状况 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医学刊物第一次能够对他的作者和编辑的亲亲劳动 给予足够的报酬 但是纳粹上台之后 受到最大冲击的医学刊物 是关于社会卫生学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